一条来自中国民航局官网的消息 针对三星Note7手机存在的问题 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 从今天开始 民航局严禁旅客和机组成员 随身或在手提行李中携带三星Note7手机 并严禁Note7手机托运和货运 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及其他地面服务代理人 航空销售代理人 对上述规定内容履行告知义务 对违反规定者 公安机关 民航行政机关 将根据情节依规严肃处理